大家好 我是小屁 這部影片要來介紹 韓服七週年魔法劍士大改版的重點 以及送的東西的整理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送的東西的部分 它這一次我伴隨著這個背包給大家看 但是有些它是存在這個箱子裡面 我沒有打開 那我們剛剛有check過數量了 是都沒問題 那送的獎勵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我的字面上這邊 我關掉給大家看 對 你如果要看清楚的話 你可以按暫停 你送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沒有多也沒有少 這樣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它加碼的TJ 它總共加碼有加了 加了 總共加到七張 原本就兩張嘛 那現在總共就是七張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剛好也有那個出公告 好 首先呢第一張的話是 然後加碼的東西 加碼的東西應該是 簽到啦 通常都是簽到 第一週6月25號簽到 它是給你服蝕 恢復 然後第二週的話是傷成飾品 第三週的話是魔法娃娃合成 第四週的部分的話則是變身合成 第五週的部分則是聖物合成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一次的聖物合成可以自選哦 終於出來了哦 終於出來了哦 所以這樣算下來的話 總共七張 總共七張 然後轉值 這一次的轉值的話 你所需的轉值藥水是打七五折 那 它這一次的優惠就是打七五折以外 它還有免費三千轉 免費三千轉 這樣大家比較好看 並且它這一次你轉值的話 你的白技的等級可以轉過去了 所以你原本白技可能等級3 滿的 你現在轉了就不用再重衝了 好 然後它還有一個新的東西是 你生命石碎片這個新的道具 之後可以做經驗值加成 對 它這邊只有提到而已 再來就是合併經驗值 總共最多可以合併五次 你第一次可以用天幣合成 然後移民的話 也是可以免費一次的移民 並且新伺服器 說話之島跟沙漠伺服器 它是可以藉由打怪 打到騎士團裝備跟傷成飾品的 這是新伺服器才有的哦 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原本就知道的東西 我就不會在這一次的影片中 來介紹到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的 大家都可以去看 好 那我這個先把它縮小一下 接下來來看一下 魔法劍士的技能 第一招的話是經濟 這一招叫做舞動之刃 那這一招使用的時候 是斬擊對方的時候 對方是不能夠移動的 也不能夠傳送 也就是單體控制技能 單體控制技能 並且它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技能揮動揮擊出去的時候 你魔法劍士是可以動的 就只有中招的那個玩家不能動而已 那它的傷害是可以藉由屬性生命LFE來做增強 接下來第二招經濟的部分是浮紋魔法陣 這招是範圍的技能 也一樣是經濟 那召喚一個浮紋魔法陣 範圍內機率衝暈 然後也機率會施加封印狀態 但是它沒有講到說封印狀態是什麼樣的debuff 我們只看到特效啊 就一堆金色碎片在插那個狂戰 跟雷神死神這些的 它沒有講到封印狀態是什麼 這是兩招經濟的部分 接下來第一招子技是生命流 這個生命流的部分 它是進化所有的debuff 使用的時候 連死神的悖論也可以解掉 並且你如果身邊是有隊員的話 也可以幫忙隊員補血 那多的補血量的話 它會變成護盾 所以這招就是解全部的debuff 並且還可以團補 這招蠻op的 主要是它悖論為什麼可以解掉 我也是蠻問號的 因為悖論是經濟嘛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這兩招 一招是白技 一招是紅技 叫做生命之圈啊 這招的話就是你使用魔法劍士的技能的時候 它會回血 它會回血 那你如果是紅技的話 回血多餘的量會變成護盾 那回血看的東西也可以經由 生命LFE屬性來做增加 接下來是符文爆炸這一招喔 這一招的話是白技跟紫技強化 那這一招就是單純的範圍傷害 所以說 魔法劍士它是有紫範圍技的喔 它紫技的話就增加傷害而已 就很單純 接下來 是白技這一招叫做殺成暴 這一招的話就是你普攻的時候 有機會會觸發範圍傷害 所以魔法劍士這樣看下來的話 打怪的範圍傷害有兩招 一招機率的一招施放的 好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它方陣的部分 有白技 紅技跟紫技 方陣主要簡單來講的話就是減傷啦 那如果你今天是紅技的部分的話 它的減傷的這一個效果會更強 那如果是紫技的話 則是你在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 你的血量 扣到的血量會分期還給你 對比如說你一千傷害 你可能變成每秒兩百兩百兩百這樣子 OK 那你學到這招的話 你被打的時候會有buff的疊加 那你這個buff的疊加是越疊越多越坦 那並且等下後面的技能也會有buff疊加的一個作用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招是以太武器 以太武器的部分的話 它是有分白技跟紅技的 那以太武器的話 它這招就是攻擊 那攻擊的時候會增加攻擊力 對它就是疊加一直不斷的疊加 嗯 那紅技的部分的話 則是增強它疊加的buff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這一個 呃畫面 展示出來 你們覺得這個是兩格還三格 我保守一點啦 我先講兩格好了 對 因為這看起來手是蠻長的 嗯手是蠻長的 你要看左邊那一個喔 左邊這一個才對 對左邊那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兩格到三格啦 好 這題外話 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是三位一體 這招是紅技跟紫技強化 那這招的部分就是可以衝過去目標 那並且可以啟動連擊就組合技啊 那你今天如果組合技成功的話 你藉由方陣跟以太武器疊加的buff 也會增加喔 也會增加喔 那你今天如果是紫技的話 你在連擊的組合技的最後一下 你可以觸發這個符文陶玉啊 就是這個最強的傷害 並且還可以控制技 就是連技以外 最後一下的連技還可以增加傷害 還可以控制別人這樣子 只不過連技是有機會會失敗的喔 目前看下來的話 他的連技大概就是四段啦 並且你在連技的過程中 是免疫任何的控制 控制debuff 所以沒辦法充於你或幹嘛的 所以魔法劍士算是很古流的 右邊那個就是觸發連技失敗 這只有兩下而已 對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觸發 最終的那個陶玉的那一個 最後連擊的話 你要看臉啦 對你要看臉 好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 這招剛剛是連技的嘛 接下來這一招的話是開怪技能 白技的話叫做音速之刃 紅技的話叫做超音速 音速之刃的話就是你可以中距離的開怪 並且開到的怪的話就只能你能打而已 那紅技的話則是你在開怪的時候 有一定的機率觸發範圍 喔觸發範圍 範圍的話就是 像畫面中所示的 你可以範圍開怪 並且範圍包怪這樣子 ok 所以你要有紅技才能夠機率範圍包怪喔 好這邊 剛剛看過的就是 音速之刃跟超音速 再來就是偽裝 這招偽裝超ㄎ的 就是可以偽裝成其他的怪物 然後給對方一個爽 大家把畫面 注意力集中在畫面的右邊那隻小狗狗 欸可愛的小狗狗欸 今天體體安裝 你在問他的時候他直接變成 魔法見識把你秒掉 嗯但這一招的話 我在想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會吃 呃無所遁形術 又或者是台服黑科技可以試破這樣子 ok那這招是白技 這招是白技 那你在受到攻擊或是你攻擊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那個人 你就會現身 你就會現身 ok 好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 七周年魔法見識大改版的總結啦 那如果沒有講到的東西的話 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講到 我這次主要是講他這次新增的東西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小屁的朋友們 覺得我的那個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已經訂閱的朋友們 歡迎幫我按個讚 打開小鈴鐺 那如果我有講錯的地方 或是你要補充的 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 記得加入我的社群 然後粉專IG扫描一下 我是小屁 我們下次見 拜拜